好 同学们 我们下面继续来进行一个象棋的讲座 那么下面我们开始 那么我们下来以后呢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讲象棋的专业术语 首先第一个专业术语呢 叫将军 我们大家来看一看 什么叫将军 现在可以看到红方的炮 可以隔着红马去打对方的将 那么现在黑方如果走呢 肯定要 躲一下将 因为红炮 我们都知道炮翻山 红炮可以隔着红马去吃将 那么红方这步棋呢 叫将军 就是下一步棋 要吃对方的将 这就叫将军 反过来看黑棋 黑方的鞠下步要吃 红方的帅 那么黑方这步棋呢 也叫将军 假设现在该红方走 红方就可以获胜 红方可以用炮直接打将 如果该黑方走呢 黑方的鞠就可以直接吃掉红方的帅 黑方 黑方获胜 所以现在红方这个炮呢 就是将军 黑方这个鞠呢 也叫将军 这在我们下象棋里边呢 是专业的一个术语 叫将军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另一个专业的术语 现在该红旗走 现在该红旗走 红方下面 马跳 卧槽 跳到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马呢 可以下一步吃掉对方的将 因为马可以 走直线 再走斜线 可以吃将 那么红方这部马 就叫将军 那么黑方现在如何走呢 黑方可以退炮 把对方的马腿 给塞住 那么黑方这部退炮 就叫硬将 红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 红方 跳马 这叫将军 下一步要吃对方的将 那么黑将呢 肯定不能出将 出将的话 鸡可以吃他 红将 红鸡可以吃黑将 所以黑方必须要退炮 把对方的马腿给憋住 那么黑方这部退炮 就叫硬将 硬将的意思就是 不让你将 这在我们相机里边 叫硬将 我们下面 我们下面再来看 第三个专业术语 现在该红旗走 红方的鞠 可以挪过来 下部要吃对方的马 那么这部棋 我们在相机里面 叫捉 用车来 下一步要吃对方的马 这叫捉 就是捉对方的子 捉子的意思 对方肯定要逃 我们再来看一下 红车来捉 对方的马 对方的马逃掉 好 这部棋就叫捉 就是红方平居 来捉对方的马 叫捉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相机的术语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把棋还原一下 现在该红旗走 红方 把车挪过来 下一步呢 准备把鞠 走到底线 去将军 现在黑棋怎么办呢 黑方必须要 把将出来 假设黑方不出将 直接走其他的子 红方可以 把鞠下的底线 将军 那对方的相呢 不能下相 下相的话 中间的炮 可以隔着对方的式 去打对方的将 下式呢 红炮 也可以隔着对方的相 去打对方的将 那么这招棋呢 就把对方给 僵死了 所以在你 把鞠挪过来 这一步棋呢 这招棋 我们把它叫做杀 象棋里边的杀棋 杀棋的意思就是 下一步棋 我要 把你僵死 你现在必须要防备我 这一招棋 那如何防备呢 只能出架 这个平车 这叫杀棋 这在象棋里边的 专业术语叫杀 就是把车挪过来 下一步要 把对方给僵死 这叫杀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专业的术语 那么这个棋呢 叫困蔽 假设现在该红棋走 红方把车往前挪一步 黑棋呢 不能走势 黑方如果走势 将帅见面 我们都知道 象棋里边 谁先造成了将帅见面 谁就是舒棋 所以当黑方走势的时候 红方就获胜 那 试制不起来 出将行不行呢 出将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你出将的话 我的车 可以把你的将给吃掉 那么 黑棋 无棋 可走 那么这招棋啊 红方 走车 红方 走一步车 黑棋 无棋 可走 这就叫困蔽 红方把黑方给困死了 无棋可走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专业的术语 现在该红棋走 红方可以进车两步 同时捉对方的两个炮 那对方肯定要逃一个 然后 红车可以吃掉对方一个炮 黑方可以吃掉红方的一个兵 那么红方进车 可以同时捉对方两个炮 对方这两个炮呢 都属于象棋里面的子 那么红方捉炮 黑方只能逃掉一个 然后 红方吃掉一个 那么红方这部进车 叫什么呢 叫得子 得子的意思就是 我可以吃掉对方一个子 进车这部骑就叫得子 好 再看下面 另一个 术语 现在红棋走 红方平车 吃对方的炮 对方的炮挪一步 然后红车 如果再吃炮 飞炮再挪 我记得上节课咱讲过 不能 常吃对方 象棋里面不能常吃 什么叫常吃呢 就是你吃一步炮 人家走了 你再吃人家一步炮 人家又走了 这就叫常吃 象棋里面是不允许常吃的 那么我们一般呢 在我们象棋里边 可以吃几次呢 就是一个 一个车啊 假设一个车吃对方的炮 对方躲了 我们再吃 对方再躲 这个大家注意啊 我们在象棋规则里边呢 你可以吃六次 就是两个点 来回吃 你可以吃六次 第七招棋就不能吃了 第七招棋就叫常桌 常桌是要判负的 因为红方吃黑方的炮 黑方这个炮呢 是没有子来保护的 没有子保护的棋子呢 叫无根子 根就是有别的棋子来保护 现在黑方的炮 没有别的子保护 所以它叫无根子 红车常吃对方的无根子 是不行的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吃了第一次 它躲 我们再吃一次 这就是吃了两次了啊 我们再吃 这是吃了第四次 我们再吃 我们吃了六次了 那这一次就不能再吃了 再吃就判输了 这就叫常吃了 也叫常桌 因为黑方的炮 没有其他子来保护 所以它叫无根子 你不能常吃对方的无根子 好 黑炮是无根子 那我们来看看黑马 我们来吃黑马 能吃着吗 吃不着 因为黑方的炮 保护着黑方的马 如果你的车吃马的话 你会损失掉一个车 这样的话 红方肯定是不划算的 那么黑方这个马呢 叫有根马 它的马是有根的 它的根是谁啊 是黑炮保护着 所以红方如果用车换马的话 肯定是要吃亏的 举个例子 如果对方飞向 你吃掉对方的马 对方把你车吃掉 这样的话 黑方用一个九分 我们上节课也讲了有分值 相机里面的分值 鞠就是车 鞠是几分呢 它是九分 炮呢 是四点五分 马是四分 是和像都是两分 没有过河的兵是一分 过河的兵是两分 将和帅是零分 这个分值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现在我用一个九分的车 换掉对方一个四分的马 那肯定是红方啊 吃亏了 这样的话 黑方占的很大便宜 好 黑方的炮是无根 无根子 黑方的马呢 是有根子 这就是我们 今天讲的专业的术语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 回顾一下 上节课我们讲的 吃子的 一些内容 我们先来看看 帅的吃子 现在该红方走旗 现在该红方走旗 红方的帅呢 可以吃掉 黑方的炮 那么红方这部吃炮的旗 就叫吃子 因为黑方的炮 它的位置 正好是我的帅 能够到达的位置 所以我的帅 就可以把对方吃掉 这部帅 这部帅叫赤子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大家注意 现在该红方走旗 红方可以吃掉 黑方的马 那红方能不能吃掉 黑方的炮呢 不能 因为什么呢 因为象棋里边 有一条规定 将帅不能见面 如果红方的帅 吃掉了 黑方的炮 红方的帅 就造成了和 黑方的将直接见面 这样的话 红方就被判输旗 黑方获胜 所以 现在红帅 只能吃掉 黑方的马 而不能去吃对方的炮 吃掉对方的炮 较成了将帅见面 红方就会输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赤子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棋 现在红帅 可以吃掉 对方的四路线的马 可以吃掉 可以吃掉 红方四路线的马 但是他不能 吃对方六路线的马 因为黑方的炮 可以隔着自己的士 去打红方的帅 所以呢 红帅是不能吃 对方六路线的马 而是可以吃 对方四路线的马 我们再看下一道题 现在黑方的 车正在将军 吃红方的帅 那红方的帅呢 反过来也可以 去吃 黑方的车 当然了 他也可以躲避 但是躲避的话 对方的车 就可以再继续 退一步 去吃 红方的 马 红方的马呢 是动不了的 如果你跳上去的话 将帅见面 黑方就可以获胜 如果你往上走呢 我就可以借助我的将 黑方可以借助自己的将 吃掉对方的马 形成一个将军 你如果再逃 他就可以退车 准备下一步 获胜 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进到中间去了 你的帅进到中间 就会被对方的车给吃掉 你退一步的话呢 对方可以用 白脸将 这种方法 获胜 黑方的车 可以将军 你进不去 进去的话 造成了将帅见面 这样就会输骑 但是不进去的话呢 也是输骑 所以 现在红方必须要 吃掉对方的车 那么吃掉对方的车以后 形成一个红方 现在剩一个马 黑方剩一个炮 那么这个骑呢 在我们相机里边 也是一盘合骑 合骑就是 谁都不能取胜 谁都不够获胜的条件 因为 红方剩一个马 黑方这个炮呢 他可以来回躲避 他可以跑得远远的 你的马呢 不可能去把对方的将给困死 因为人家有一个炮 可以来回走动 但是黑方也不能获胜 因为黑方要想迎骑 必须要有炮架 现在黑方 不具备有炮架这个条件 所以 现在这个局面 就是双方合骑 都是无法取胜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赤子的另外一个局面 大家看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呢 赤子 现在该红旗走 红方可以用试 试对方的车 但是不能够用帅吃车 因为用帅吃车 黑方的炮 可以隔着 向来打 红方的帅 所以这样的话 红方就会 输旗 那红方也不能出将 出将的话 直接降帅就见面了 这样 红方也是输旗 所以 红方 只能够用试 把对方的车给吃掉 好 那么现在走成这样的棋呢 也是一盘合棋 因为黑方 没有办法 去获得胜利 因为他没有了炮架 所以这盘棋呢 是一盘合棋 双方都是无法取胜 好 这是试 赤子的局面 好 我们下面继续看 试的赤子 现在黑方啊 将军 黑方下一步可以吃红方的帅 红方可以用试 把黑方的马给吃掉 这就是我们试的赤子 那么黑马 现在要吃红帅 黑方的马呢 不变马腿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黑方的马是不变腿的 因为他是走直线 一步一步直线 一步斜线 在他走直线这一格呢 这个点呢 是没有棋子的 所以他就可以去吃对方的帅 黑方的马 不变马腿 那红方呢 反过来 先走的话 可以把对方的马吃掉 这就是试 如何来赤子 下面这个棋呢 也是一个赤子的方法 现在黑方的车呢 下一步要吃 红方的帅 红方的帅不能够吃车 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的马 黑马可以直接把红帅给吃掉 那黑方将军 红方如果用试吃呢 用前面的试吃 也是不行的 这样就造成了将帅的见面 所以 现在红方 只能用 另一个试 来吃掉 黑方的车 这就是我们说的 用试 来吃对方的子 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 这道题也是 一个试的吃子方法 现在 黑方的族呢 是将军 吃对方的 吃红方的帅 红方的帅不能吃族 为什么呢 因为黑方的炮啊 可以隔着向 来打红方的帅 那么黑方也不能把 是下来 下来的话 将帅就见面了 造成了将帅见面 这样红方也是舒奇 那黑方的将 也不能往下走 往下走的话 对方的底线的足 可以横着吃子 我们都知道 过了河的兵啊 可以横着走 或者是往前走 现在 黑方 底线的足 可以横着 把红方的帅吃掉 所以 现在 黑方啊 将军 红方 只能用 六路式 来吃 用六路式 吃对方的足 这个棋呢 也是 式的吃子方法 刚才我们讲了 帅和士的吃子方法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个棋子 我们先来看看 另一个棋子 兵 兵是如何来吃子 现在该红旗走 因为黑方的炮呢 正在将军 正在打红方的帅 红方可以用冰过河 直接把黑炮吃掉 这就是冰的吃子方法 过河的冰呢 就可以往前走 可以横着走 所以正好呢 红冰可以往前走 吃掉 黑方的炮 那吃掉炮以后 这盘旗呢 红方就会获胜 因为我的冰 可以长驱直入 去把对方的将 给困壁 给困死 咱举个例子 对方上将 我冲一步 对方出将 我再冲一步 这样对方的将呢 不能够往中间去 因为我的冰 可以把它吃掉 直接往前走 就可以把它吃掉 如果往上来呢 我的冰可以横着走 也可以把对方的将吃掉 所以他只能退 那红方现在有两种 迎起方法 一种是 直接再进一步兵 把对方的将给困死 如果他的将进来的话 红冰直接把它吃掉 往前走吃掉 如果他往上走 红冰可以横着 把对方的将吃掉 这是第一种迎起方法 第二种迎起方法呢 直接平一步 把冰挪开 对方的将如果往上走 我冰可以把它吃掉 对方的将如果进到中间呢 就造成了将帅的见面 红方还是可以吃掉 黑方的将 所以 这盘棋 红冰 就可以把黑方的将 给困死 这是 红冰的赤子 我们下面再来看 下一道题 那么现在这个棋呢 红方先走 红方的冰已经过河了 他就可以横着走 可以把黑方的炮给吃掉 那么这个棋 红方就可以获胜 当然了 获胜的方法还是 对方必须要出将 他没起走吗 我们都知道 他的象飞不动 飞象的话 炮可以打他的将 走势的话呢 炮也可以打将 他无息可走 只能把将出来 我把他的势吃掉 这样的话 红方啊 剩一个炮 一个冰 就可以把对方的象 给捉死 最终获胜 这是冰的赤子 我们看看下一道题 那么这道题也是一个冰的赤子方法 我们现在看到了 红冰可以吃 黑方的炮 那能不能吃黑车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他吃车的话呢 黑炮就可以隔着红方的象 去打 黑方的帅 这样 黑方反而获胜 因为红方的冰啊 不能离开中路 离开中路以后 就造成了对方的炮 打红方的帅 这个局面 这样的话 黑方获胜 所以 红冰现在不能吃黑车 只能 吃掉黑炮 然后 黑方向掉 好 那么下面 走成这样的局面呢 双方都是不能取胜的 双方各有一个车 但是都无法取胜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是一盘核棋 这个棋 大家注意啊 我们在下棋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能够把自己的帅啊 送给对方吃 如果你吃对方的车 就造成了 你的帅 被黑方的炮 给吃掉一个局面 这样红方反而会输 所以啊 这个局面 我只能吃黑方的 另一个大子 吃掉他的炮 对方向掉 那么双方就是一盘核棋 好 那这个局面 就是 冰的赤子方法 好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 下一个棋局 这个棋局还是冰的赤子 现在该红棋走 红方的冰呢 因为已经过河了 他可以往前继续走 吃对方的车 这就是红冰吃车 那这样的话 红方就可以获胜了 红方就可以获胜 红方剩一个车一个冰 对方是一个组 那这个棋肯定是可以获胜的 那具体获胜方法 我给大家讲一下 对方可以下试 我呢 把车放中间 对方上试 我再把兵冲过去 对方如果 继续下试呢 我的兵可以挪到旁边去 将军 对方上试 我兵往下走 这样对方的试就织不起来了 织起来我红车就可以吃掉他的酱 他只能够出酱 然后我呢 可以将军 把对方的足再吃掉 对方走试 我再走车 抬起来 对方再走 这样我就可以把试织起来 把对方给困蔽 这样就可以获胜 因为对方的试呢 不能再走动了 走动的话将帅见面 这是 红兵 狮子的方法 并且 红居 红兵 可以获胜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象的狮子方法 看看红象能不能吃子 现在黑方的炮呢 可以隔着红室去将军 去打红方的帅 但是现在该红旗走 红方可以用象 吃掉黑方的炮 这就是象的吃子方法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象的吃子 红象 现在可以 吃掉黑方的马 因为黑马呢 现在正在将军 下部要吃红帅 所以红方的象呢 可以 直接落回来 把黑方的马给吃掉 好 再看看下一道题 现在该红旗走 红方可以用象 把黑方的足 给吃掉 这就是象的吃子方法 那黑方能不能获胜呢 这个其实不能获胜的 如果他跳马将军的话 我可以出将 一个马是不可能赢 红方 一个象 两个式的 这个其实无法取胜 好 我们再来看 象的吃子方法 现在该红旗走 红方可以 吃掉对方的 过河族 那么走成这样的局面 双方都无法取胜 都没有了进攻的子力 我们说的进攻子力 就是过河的子力 现在双方都没有过河的棋子了 就是一盘河棋 好 今天给大家又回顾了一下 我们上节课讲的吃子方法 有象的吃子 士的吃子 冰的吃子 还有帅的吃子 我们把这些吃子方法 进行一个掌握 那么我们在以后的下棋里边 就会获胜的机会非常大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 讲一讲象棋里边的一个 简单的象棋规则 我们讲一个简单的象棋规则 那这个规则呢 是我们必须要会的 因为在下棋的时候 很有可能你会面对 对方走出这个规则 简单的规则 什么呢 就是摸子走子 离手生根 什么叫摸子走子 就是我用手摸住了哪个棋子 我必须要走哪个棋子 在我们网上下棋 这个棋规一般就用不上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网上下棋 在电脑上或者手机上下棋 你摸了这个棋子 你必须要走 你不可能去改变的 因为你摸了哪个棋 你必须要走哪个棋的 那在现实中间呢 也是一样 如果在现实和你的对手下棋 你摸了哪个棋 你也必须要走 如果你不走就会判输 那象棋就是这么严格 你摸了哪个棋 必须要走哪个棋 除非你摸的这个棋子呢 他走不动 你才可以另外走其他的子 除非你走不动这个子 你才可以走另外的棋子 但是会给你记上一次犯规 那么象棋里边 一盘棋里啊 你最多犯规两次 犯规三次就会判输 所以下棋我们不要 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就是不要乱摸棋子 摸哪个棋子 必须要走哪个棋 除非你的棋子走不动 但是走不动 也要记你一次犯规 你才可以走其他的子 那如果你摸了对方的子呢 你摸了自己的子 你必须要走 你摸了对方的子 你必须要吃掉对方 如果你吃不掉对方呢 要给你记一次犯规 你才可以走其他的子 所以下棋不要摸自己的子 也不要摸对方的子 如果想吃对方的棋子 方法是什么呢 是拿着自己的棋子 去把对方的棋子吃掉 而不是先去摸对方的棋子 那如果你的棋子 他在棋盘上位置已经挪动了 不是在原来的位置 你需要把这个棋子去摆正 那必须要给对方啊 事先声明一下 你要给对方说 你说我把棋子扶正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去摆正棋子 如果你不说 你直接把棋子摆正了 对方会要求你摸子走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向其的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规则 大家必须遵守 就是当你摆正棋子的时候 一定要事先向对方声明 否则呢 就按摸子来处理 棋子如果停留在棋盘上 某一个交叉点上 同时呢 握棋的手 已经离开了这个棋子 只要符合走棋的规定 你就不能够再挪动这个棋子 到其他的交叉点上 这就叫离手生根 离手生根的意思就是 你把这个棋已经走到这个棋的位置上了 你已经松手了 已经离开手了 你就不能够再把这个棋子拿起来 去换到其他的位置 那假设呢 如果你的手拿着棋子 走到了对方的一个位置 但是没有松手 这样的话 你还可以拿起来 继续再走到其他你想走的位置 这个不算犯规 那么我们简单的下面来 给大家实际的操作一下 以这个棋为例 红方现在走棋 但是红方呢 他摸了自己的炮 他又想走兵 这个在相机里面是不允许的 你先摸了炮 你就要走炮 红方把炮呢 走到这个位置 他又一想呢 走这个位置不太好 他又想放在中间 但是这个手呢 一直没有离开这个炮 他一直手拿着 他一直用手拿着 他先走到了这个棋盘上 已经放到棋盘上了 但是呢 手还没有离开这个棋子 他又把棋盘 你把这个炮呢 拿起来 走到棋盘的中间 然后放下 这个棋是允许的吗 这个棋是可以的 这个棋是可以的 因为他没有松手 那假设 他放在这里松手了 然后他再想去拿这个棋 走到中间 这样就不允许了 因为他离手了 离手生根嘛 离手了就不能再动了 就只能放在这里了 如果没有离手 我拿着这个棋 走到这儿 没离手 那我可以继续走 走到我想走的位置 好 对方如果也走炮 那么下面红棋啊 他摸了对方的足 他去摸了对方的足 他摸对方足以后呢 他没有任何棋子 能吃掉对方的足 那怎么判呢 那这个棋要对 记红方的犯规一次 因为你摸了对方的子 你吃不掉 是要记犯规的 所以不要去乱摸 对方的棋子 我们再举个例子 红方打过去将军 黑方上个誓 红方上马 现在跟黑棋走 黑方呢 拿起来自己的炮 准备 去打对方兵的时候 一看 哎呦不好 如果我打兵啊 对方的红炮 就可以把我的将给打掉 自己就输了 但是呢 红方这个炮 还没有离手 他也摸到了对方的兵 他也没离手 那怎么办呢 他可以拿回来 继续走别的棋子 比如说他上个马 但是呢 要给黑方 记一次犯规 要给黑方 记一次犯规 因为你的炮啊 是属于走不动的棋 就是无法走动 你一走就会造成 自己的将被打掉 但是呢 你的炮呢 还没有离手 没有松开手 你还可以把炮放到原位 然后走其他的 但是要替你一次犯规 那假如说 你的炮 松手了 把对方的兵也打掉了 那么对方的炮呢 就完全可以把你的将给吃掉 这就是我们象棋的一个简单的规则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则 必须要遵守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继续 再讲 象棋的 开局 也就是布阵 下面我们讲一讲象棋的开局 开局呢 也叫布局 就是前十五步 我们都把它叫做开局 那十五步到二十五步之间呢 我们把它叫做中局 二十五步以后 我们把它叫做残局 象棋分为三个阶段 开局 中局 残局 什么叫开局呢 比如说 现在该红棋走 该红防走 红防第一步棋呢 有走炮的 也有走马的 也有走巷的 也有走兵的 一般的开局呢 常见的 我下面给大家走走 红棋常见的开局 当门炮 也叫中炮 这是最常见的 当然了 还有其他的不常见的 走炮的 比如说 我走到这个位置 把炮啊 挪到六路线 这叫炮二平六 那么这步棋叫什么呢 叫过攻炮 这步棋叫过攻炮 那么这步棋叫什么呢 这步棋叫视角炮 这步棋叫视角炮 这个炮呢 常见的 有三种 第一种 中炮 第二种 过攻炮 第三种 视角炮 这是炮的走法 大致上有着三种 那么红方还有走马的 直接第一步跳马 也可以跳另一侧的马 还有一种很少见的 极其少见的跳边 把马跳到边路 这叫跳边马 也是一种象棋的下法 但是非常少见 常见的一般都是 往中间跳 往中路跳 这就叫跳马 也叫骑马局 当然了 如果你走炮 也可以走这边的炮 这个也是很常见 走八路线的炮 炮八平五 也是一种下法 但是一般的人呢 他都习惯于走炮二平五 因为我们学骑的骑手 一般呢 都会要看书 书上的骑谱呢 一般都是 第一步骑炮二平五 如果你走炮八平五 走得非常熟练的话 那么对你打骑谱啊 以后会造成一定的方向上的影响 因为我们骑谱都是炮二平五 你突然来个炮八平五 这样给骑谱正好是反着的 这样不利于自己骑骑谱 所以呢 还是按着我们常用的炮二平五 这个骑谱上的走法来下 这样的话更容易方便 记住骑谱 这是红方 炮有三种常见的走法 中炮 过弓炮 视角炮 马呢 他有跳正马 和跳边马 两种下方 那么还有一种下方是飞象 把象飞到中间去 直接飞到中间 或者是飞另一侧的象 这叫飞象局 但是一般的象不要往边路飞 因为飞到边路的象啊 它缺乏了两个象的互相保护 所以对你开局不利 因为你的象如果在中间飞的话 两个象可以互相来保护自己 如果你把象飞到了边路啊 这两个象就失去联络了 谁都无法去保护谁 所以我们下棋啊 很忌讳是往边路飞向 但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也是必须要飞到边路 好 还有一种下方是兵 我们第一步有 挺三路兵 兵三进一 也有兵七进一 但是我们常用的 常见的下棋啊 没有冲中兵的啊 冲中兵就不太好 因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可以啊 平炮来打你的中兵 你是中兵啊 就没有人保护了 下部人家的炮 就可以把你的中兵给吃掉 如果你不冲兵呢 假如说你冲这个兵 对方如果 放到中路来打你的兵 你可以上马 正好呢 马可以保护住自己的中兵 这样对方就 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的 如果他来吃你中兵呢 你的马就可以把他吃掉 所以我们红方 长一剑的走法 走兵一般都是走三路兵 或者是走七路兵 当然了也有一些少见的下法啊 冷门的下法 就是先冲边兵的 也是一种下法 但是很少见 一般高手对决底 高手下棋啊 经常遇到 低手下棋 我建议大家 不要走冲边兵 可以冲三路兵 可以冲七路兵 以上呢 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红方 用红棋 第一步棋 常见的走法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讲一讲黑方 如果我们是黑方 对方是红方 那么我们黑方的第一步棋 常见的走法是什么呢 先举个例子 红方啊 如果走中炮 他如果把炮方中间 那么我可以走得起很多 黑方有很多种下法 第一种下法 我也走同方向的中炮 这叫顺炮 在象棋里边 我们把它叫做顺炮 也有一种下法呢 是我走反方向的中炮 那这个下法叫裂炮 这种下法叫裂炮 还有呢 我上一个马 对方如果也上马 我再上另一次的马 这叫平风马 就是两个马 跳上去以后 看住自己的中足 这叫平风马 如果你出车呢 那我就出车 这就是平风马的开局 还有一种下法是 你中炮 我上另一侧的马 你上马的时候呢 我先平到视角炮 然后你出局 我再跳马 那么这个棋呢 叫反攻马 黑方叫反攻马 也是一种常见的开局 另外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你平中炮 我上这个马 你上马的时候呢 我上另一侧的马 上边马 如果你出车 我出车 那么这个棋 黑方叫单体马 单体马就是 我上了一个正马 上一个边马 这叫单体马 这是黑方的又一种下法 那么黑方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红方走中炮 黑方还可以飞向 直接飞个向 当然了这种棋呢 过于了 过于保守 过于保守 就直接放弃了自己的中足 但是这种棋过于保守 不建议我们出车的同学 出车的同学不要这样下 出车的同学可以走什么呢 可以常用的 可以走这个 就是上马 他跳马 然后我上马 他出轨 我出轨 这种屏风马 可以下 还有一种呢 就是顺炮 这样也可以下 对方上马 我晒上马 对方如果出直居呢 居平一步出直居 那我就出横居 他走上另一侧的马 我就站内道 这样黑方的棋 就可以和红方进行抗衡 如果他走横居呢 他抬不居走横居 我呢就走直居 如果你守了一道呢 我就升了巡河 这样黑棋也可以和红方抗衡 那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对方走中炮 我可以走反方向的中炮 这叫裂炮 如果对方上马呢 我就跳这边的马 他出车 我就也出车 如果你进车 准备吃我的 七路线的足 我就可以给你对居 给你对 你对的话 我就给你吃掉 这样的话 双方就形成一个 非常平稳的局面 如果你不对车呢 你吃我 我可以进车来保住 一会儿呢 我可以把九路炮退一步 可以去打你的车 把你车赶走 如果你上马 我很有可能会退炮 下一步来 平炮打车 把你车赶走 这也是一种下法 这是我们黑旗 对红旗的几种下法 那么还有一种 这个与这种方法 不得不讲 对方上马 我先出车 对方出车呢 我走 用左边的炮 我封住对方的车 不让他的车出动 他如果冲兵的话呢 我再架一个中炮 这个棋也是象棋里边 非常常见的一种下法 这个叫 左炮风车转后补猎炮 也叫左炮风车转半途猎炮 这也是一种非常激烈的开局 基本上 红旗走中炮 基本上黑方的下法 第一步的下法 大致上就这么多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讲讲 如果红旗不走中炮 比如说他第一步上马 我们怎么办呢 他上马的话 我可以 冲兵 冲对方 冲足 制住对方的马 不让他的马呢 有机会往前跳 因为他的马前兵是没有挺起的 这样的话 他的马是憋着腿 是上不去的 除非啊 除非他的兵挺起来 假如说是这样的下法 他冲 这个时候呢 红旺的马就可以往前走 往前走一格 可以往斜着 往前跳 这样他的马就可以跳上去 但是 现在他的马前兵没挺 我正好呢 足冲起来 这个时候黑方的兵就 红旺的兵就不能再往前冲了 再往前冲 我的足就过河了 你的马如果再往前跳呢 我的足就可以横着 把你吃掉 所以呢 黑方这步充足 是针对 红方上马这步骑的 最佳的应法 这是 对方上马 我们可以 充足 那对方如果飞向呢 飞向 我的下法也很多 对付对方飞向的下法 非常多 比如说我有充足的 还有上马的 我也可以飞一个向 我可以飞一个这边的向 我还可以呢 再架个中炮 我可以上这个马 等等吧 对方飞向 红方飞向 黑方有很多种应法 都可以来 都可以来走 好 那么再看看对方 还有一种啊 冲兵 先冲兵 这步骑呢 叫先人指路 这步骑叫先人指路 作为黑棋 有两种方法 比较常见 就是黑方 也冲一个 另一侧的 足 就是你冲一个兵 我冲一个足 你上马呢 我也上马 这也是一种 非常常见的下法 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红方 冲三路兵 黑方呢 可以平炮 这个骑叫足底炮 足的后边 加一个炮 叫足底炮 瞄着对方 如果你的马 胆敢再往前跳呢 我就可以冲足 你不敢吃我 你吃我的话 我可以打你的马 这样红方就损失掉了 一个非常厉害的棋子 所以啊 对方一般情况下 这个时候有很多种下法 有飞向的 你飞向 我就再架一个中炮 瞄着你的中兵 如果你架中炮呢 我也可以再架上一个中炮 如果你架这个炮呢 我也可以架中炮 我也可以飞向 都是可以选择的下法 好 那么今天呢 给同学们介绍了 几种下法 就是红方先走第一步棋 黑方如何来应招 那么红方 黑方第一步棋 怎么走 我们讲的非常简单 因为这些 开始的布局啊 是非常简单的 讲的太复杂的话 同学们 有时候还是记不住 所以呢 先学会第一步棋 怎么走 不管是红棋还是黑棋 如何走好第一步棋 这个是我们在初学的 同学里面 是必须要掌握的一个 掌握的一个局面 那么下次上课呢 我会给同学们讲一讲 我可以简单的把下次上课的内容给同学们说一说 下次上课我们会讲一讲象棋的布局的 就是开局的一个基本原则和要领 基本原则和要领 我们下节课会讲这些 像棋的布局 基本原则和要领 那么基本原则啊 我这里可以最后还有几分钟 大致的同学们说一说 说一说 基本原则第一是尽快出动一侧的鞠码炮 尽快出动一侧的鞠码炮 第二呢 车要通畅 车要走到通畅的地方 并且迅速占据要点 马呢 要非常灵活 走到非常灵活的地方 马前兵要挺起来 炮呢 要到要塞 占据要点 不要轻易发出来 炮不轻发 就是不要轻易的 炮到对方的阵地上 第三呢 需要保持子力的协调性和联络性 要注意让自己两边的棋子 平衡的出动 不要连续走动某一个棋子 影响其他子力的出动速度 子力要保持联系 互相照应 第四 不要孤军深入 孤军奋战 缺乏后援 容易遭到对方的围攻 这个我在下节课会具体的出题来具体的来讲如何来走好向其的开局 这个是我们下次要讲的一些内容 因为我们下面还有其他的课 其他的公益课 所以今天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让其他的老师来给同学们上课 好 那么今天的相细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谢谢老师 谢谢曹老师 讲得非常好 谢谢曹老师 谢谢曹老师 咱俯 咱俯 好